我們來看一下如果說你要做這個測驗體 其實在這邊有 你看上面這裡 它有一個是屬於互動 有沒有看到是非選擇還有什麼 互選問答選控多項還有排序 很多對不對 那這個呢它是等於說一個簡報裡面就是 一個換燈片在那邊稱作換燈片 一個換燈片就是一體 那看你要是哪一種體型 混搭也沒有差 混搭也沒有差 甚至你可以做排序 排序比較適合就是做一些所謂的流程 比如說像我們那個燒燈商的急救流程 代表是幹嘛 衝 脫 該靠送 對不對 當然這個不是所有的都適合 真的太大面積都不適合這種方法 但是這是比較一個就是大家講的 一般它急救的一個原則 那它可以用脫衣的方式 你如果排序排錯了 那表示你對這個流程很不太了解 對不對 可以幫它做測驗 我們先看是非比 好我這邊呢我就開一個空白的 你們先看一下 這邊 增加一個空白的 然後你可以再上去這裡 好 我從最上面來 OK 拿到前面來 那如果你要加這個 是非題 我們就從上面這邊把它加上來 好了 進來之後 他就問你你的問題是什麼 然後是跟否 可是這樣子看起來很單調對不對 所以通常 你要有點圖文並茂的 你可能就可以像 找那個圖片一樣 你可以找一些圖來 襯托 來襯托 或者是針對這個 正確或不正確它只是一個選項 有沒有 直接選項 這些都可以移動的 大小一定都可以改變 也都可以改變 那預設是正確的 預設你可以看到 現在在這邊 這個預設正確 我把它稍微變成 因為我現在螢幕比較小 把它變大一點 好 你可以把你的問題 弄進去 在這邊 那哪一個是正確 哪一個是錯誤 這個你可以 設定一下 對 好 如果像我在這邊 直接點兩下 有沒有 看你的正確答案是哪一個 你先設定好 那右手邊呢 他會順便 有三個訊息出來 這是內定的 答對的 答錯的 還有就是 如果你沒有打 就想要 跳過人過 這個 可以在這邊設 那媒體呢 你可以設定它 你可以回答的次數 還有 可不可以在指定時間裡面回答 只是這個 你要不要做 就真的要看 我 我在這邊 看一下 這個 題目的 題目本身是外面這裡的 我把它縮小一下 你看到 你看到 題目本身裡面有個框框 對不對 剛剛這個 連到這個 它都是這個題目裡面的什麼 有一個事件的屬性 就可以看到了 你再看一次 點它的外面最外面這個 因為你插入的時候 它的題目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框框 把所有題目的內容把它包住 包括你回答的正確不正確啊 那些訊息都會在裡面 都會在裡面 所以呢 你在上面按右鍵或者點兩下都可以 它就有一個事件的屬性 這邊 事件的屬性 會顯示出來 那麼 你可以看到 這個 如果 這個呢 這一題是幾分 可以試幾次 對不對 可以試幾次 有沒有 這個 允許它的什麼 時間 作答的時間 是多長 你可以在這邊設定 但是因為這個 並沒有辦法進入成績 所以通常 可能 對各位來講的話 這個就 不是 那麼重要 就不是那麼重要 那甚至呢 你答對的時候 可以做什麼動作 比如說有時候 答對 你可以跳到地底題 答錯 跳到地底題 再重新練習 之類的 這個可以做很複雜 可以做很複雜 可是我想 應該還好 甚至 時間到了 做什麼 他可以做什麼事情 就不讓他繼續做下去了 還是要跳到哪一頁 這個 都可以直接去指定他 要執行的動作 好 我這邊呢 我就先暫時不改 免得各位覺得這樣太複雜了 太複雜了 但是你如果說 覺得有興趣的 可以試看看 我先做兩題就好 另外一個呢 再加上一個 我再增加一個 新的頁面 因為四倍選擇 其實這些都還好 那比較特別的是 下面就是排序 排序像我剛講的 我這樣點一下 有沒有發現外面 就有一個框框跑進來的 在這裡 有沒有 加一加就有 這個外面框框 好 那像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比如說 稍耗它的處理原則 好 我在這邊 多多兩架 好 那這邊就可以輸入你的 當然你可以搭配圖片 搭配圖片 那 比如說第一個 好 那找一個選項 我先暫時不補 先暫時放這樣 這樣 那你的正確順序的話呢 這個 你就先把它調整好 衝脫 對不對 待會呢 它輸出的時候 它會自動把這個 排序就怎麼樣 自動 隨機處理 好 我現在把它先做一個輸出 那你要輸出的時候 要麻煩你喔 因為這是互動的 要輸出成這一種 要輸出成這一種 才可以做成網頁上的互動 做成網頁上的互動 好 填一下 OK 我就 這樣出去 這樣出去 要求一點 好 OK 進來 那麼 你現在要做車 因為其實那個示範的部分 就沒有 我就直接去到指導這邊 好 這裡有正確序 那我們上次有跟各位提過 這個部分是屬於商業版的功能喔 所以它這裡有一個小小LOGO在這邊 有沒有 小小LOGO在這邊會影響它 但是其實就是還好啦 不算你講太多 那我這個如果是正確的 你要送出 好 我剛剛是這錯誤的 好 錯誤 好 這個就打對了 那它就會進到下一地 有沒有 衝脫蓋炮送 這邊 我把它放大一點 有沒有發現這個順序它已經 跟我剛剛在裡面不一樣了 真的嗎 我們確認一下 現在是拖泡蓋充 蓋充對不對 我按這邊 等於你在裡面安排的是正確的 有沒有充脫 不一樣對不對 看一下 有沒有不一樣 大家好像不是很確定 第一個字就不一樣了 也就是你正確的是在裡面先排好 裡面排好外面就讓它去隨機幫你排 就對了 這個是比較特別一點點 那因為其他像什麼選擇題 那些其實應該都還好 是非就是這個地方 稍微比較不一樣 可是這個 你有沒有必要一定是只有字 固定嗎 也沒搭配圖紋 對不對 所以這樣的話 你的畫面就會比較豐富一點 不會說好像很單純的是只有字 那這個 如果它在回答的時候 弄錯了 因為這個可以這樣拖一的 有沒有 這個 上下 有沒有 可以像這樣 像這樣拖 像這樣拖一 它去把 把那個順序把它弄出來 這個等於是在 我們一般 通常是在做流程的時候 這樣比較適合 當然知道說正確的 這個處理流程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 就一樣按中出 好 那這個是不正確的 那就好 好 那你超過三次之後 因為我剛剛預設的話 超過三次 它就繼續往下走了 內定只是超過三次 然後這個 一樣 這樣大家了解了 那麼右手邊這個還記得 怎麼調整吧 右手邊這個 內容 這個字是 換成片的標題 對不對 你就可以把它 改成適合就好了 但是現在 回過頭來 我們剛剛都是這樣 輸出 可是 你們知道它 輸出的時候 到底有哪些檔案 假設你今天這個 真的想要放在我們 網站上 單位的網站裡面 或者是 不管內戶外戶 那你一定要交給網管人員 這些資料 怎麼辦呢 很單純 它 像我們現在輸出的位置 我現在都是在 我的文件夾裡面 好 我給你看一下 輸出的時候 我們預測現在都在 我的文件夾 裡面呢 它會有一個 有一個 好 我的文件夾裡面會有一個 Edit Printed的這個資料牆 打開 你剛剛輸出的呢 都在裡面 都在裡面 我們找一下 如果你 輸出的 它都會有一個這個資料牆 這個 這個資料牆 那你可以看到 像這個新功能 這個 打開 有沒有個A券 我們剛剛 如果你輸出的 看一下 如果你輸出的是這個的話 這個的話 它就會有一個這個的資料牆 假設你輸出的是 Word 或PDF 那麼它就會有一個PDF的資料牆 這樣清楚了吧 就是在你那個專案的資料牆裡面 會有額外的資料牆 產生出來 所以如果你要交給網管呢 你就把那個資料牆交給它 它掛到網站上的時候 它裡面自然就會有這些東西了 你看一下 在這裡 你看 這個資料牆給它 它裡面 已經有幫我們把網頁就是做好了 網頁做好了 因為網站的預設首頁都叫East 所以你也不用特別設定 它只要這個資料假掛上去的 那個目錄出來 它就會自動抓到它 那這個檔案呢 就是我們 一進去的第一個畫面 一進去的第一個畫面 你的內容通通都在裡面 非常 都在這邊 都在這裡 這樣 有沒有稍微了解一點點呢 OK的齁 好